太饿了 这虾尾太好吃了 样子 我两年了 样子没吃过的 不是给我做的虾尾吗 你知道我吃 这辣子吃的 怎么得同你爸爸 给你爸爸吃的 先让你吃了 我这包包的话 先给他包包吃呀 他知道我吃不了 我在那边带着吃点 估计就辣一斤吧 这个辣子 带着辣子 那你想吃个啥 你吃白肉吧 大的夫妻没有 你就是白肉你 吃吧 行了吧 你小说两句话 哈哈哈哈 你看我给你带你做一个 他带你做一个 我给你带你做一个 多少钱的标准 三块钱 哈哈哈哈 牛肉有没有放了 拌肉 拌肉吧 我今天给你做个 稍微就是老牌拌肉 你别给他放拌肉 不放拌肉 你就拿青菜给他做 老鼠拌肉 哈哈哈哈 拌肉给他拿青菜做 哎 青菜做 老鼠拌肉 刚下你做 对了老爸吃好了 老妈做肉 老妈做拌肉 好久没做拌肉了 刚好给 大家看看 老牌拌肉的做法 我是法特派的 拌肉的做法 选择我们的 鲜椒 鲜椒给他拿开水 泡开 泡得软软的 再给他剁成辣椒 鲜椒不是很辣 它是香辣型的 它的口味呢 是比较偏 虧挺的 所以说炒面面 炒大白鞋 它是绝配 我们拌肉肉 选牛后腿肉 和黄瓜条 牛里脊都可以 现在把拌肉肉 给它腌一下 打水给它浇好 腌肉来点花椒面 来点胡椒面 一丢丢盐 一丢丢白糖 再来点生抽 现在我们往肉里面打水 一定要把牛肉 打得饱饱了 一直不停地搅拌 把水呢 打到牛肉里面为止 这样牛肉会特别柔软 不是特别硬 水呢 打到牛肉里面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开始吃蛋 即将让它 保持嫩滑的作用 一定要把牛肉 打到水分没有 变得干为止 打到差不多为止 我们加点淀粉 给它把每个肉 都给它包浆起来 每一块牛肉呢 全部沾上淀粉 上面再倒上一层青油 然后又把面分上 腌制20分钟 半个小时到20分钟都可以 首先一锅 锅油肉 锅油肉 肯定是某个东西要锅油 我们牛肉要锅油 锅里倒油 锅锅肉就行了 不用太多 家里嘛 要搞得比较要费 后面普昌般的锅油肉 都有什么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腌好的牛肉 老三样 葱姜蒜 拌面嘛 来点西红柿 青红辣椒 匣子 这是我一个老师傅给我说 他说 前的锅油肉 盖上放木耳白菜这些东西 就青红辣椒 洋葱 葱姜蒜 肉 还有我们安吉海的腊皮芝末 自己做的 锅油肉的油呢 不要超太热 五成油温就肥了 先下入片子 肉片子一定要单独去下它 要分开 让它粘到一起 肉呢 给它炸到嫩滑 表面开始翻翻焦黄就OK了 不要把它炸干 牛肉一定要嫩嫩的 锅油肉 菜一定要锅一下 但是迅速要锅 锅前说火不要锅 一定要关火锅 炸一下就捞出 锅油肉嘛 我们先把它料给它调到一个小盘里面 盐了小半勺 来点点微筋 少许点花椒面 丁点白胡椒面 再倒点生抽 再稍微来点老抽 给它搅拌均匀 OK 现在开始炒菜 老规矩 热锅凉油 油温热了 下我们的葱姜蒜 熊蒜 爆香它 就是锅油肉 准备工作做好了 炒起来特别黏 一下锅一炒 鸡子一倒就OK 炒出香味下牛肉 下我们的辣皮子 炒出辣皮子香味 炒出辣皮子颜色的香味以后 我们加入我们的料水 稍微熬一下 稍微熬一下 最后加我们的青红辣椒 锅子 再加点水 拌面嘛 一定要带点汤汁 稍微炖一下 我们调点水电盒 锅油肉呢 一定要刮薄茄 嗯 OK了 very good 出锅前 我喜欢换点蒜末 和硬点醋 这是锅油肉的拌面藏法 而菜 一定要配上妈妈的面 那还是绝对 虽然说比不上老牌子吧 但是够我们家里面吃的话 这个味道是刚好 呆呆的锅油肉好了 让我妈这儿怕过不尽 我爸已经锅油了 该让我妈锅油了 哇 太喝了 吃面不自喘 味道少一半 刚才下的太辣了 这个刚好 就这样炒嘛 黑辣椒 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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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慢一点 你看 我还是会 咬它一样 嗯 对